Hello 又到我们哈拉厨房了 今次会和大家做一个土肥鸡翼 这个土肥鸡翼做出来又简单又好吃 如果你们喜欢的 记得帮我分享、like和comment 买到鸡翼回来 我们要把它用盐水浸浸 让它的雪味可以出回来 接着鸡翼才没有那股雪藏味道 今次我用了六只鸡翼 大约是280克左右 浸浸大约20分钟 让雪味出回来 接着我们就预备两棵芫茜 大棵少少的芫茜 看看你们喜不喜欢吃 或者你们可以用葱也可以 那我就很喜欢吃芫茜的 我就预备两棵大的芫茜葱 将它切碎 鸡翼切碎干水之后 再用厨房纸印干些 一会儿就不会弹得那么厉害 鸡翼切碎 接着鸡翼呢 我们就将它用少少盐 腌一下它 我这里用了半茶匙的盐 让它有点咸味 如果你有时间呢 你可以腌久一点 那它的味道就会浓一点 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 土匪鸡翼的调味料 这里有 鸡翼切碎粉 五香粉 将它拌匀 接着我们预备少少芝麻 大约一茶匙的芝麻 我们烧热了这锅之后 不需要下油的 就将鸡翼的皮那边煎 我们开着一个大约是中火 接着我们又可以把它盖一下盖 让它里面都可以容易熟一点 大约盖它两三分钟 我们又揭开它 接着再把它翻面 再把它翻面 两边都煎到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加入刚才的调味料 逐小逐小地加在鸡翼上面 每一只鸡翼都加一点下去 嗯 开始闻到土肥味了 接着再加一些芫荽下去 加完芫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盖子盖住它 我们就可以将盖子盖住它 焗它一分钟 哇 那些芫荽味呢 加上刚才那些调味真的很香啊 最后我们加入芝麻 那我们这个菜就完成了 哇 是不是很简单呢 以后都会做多些简单的菜式给你们 那大家都可以做厨师 还是一个大厨师 好了 我们今天的鸡翼就做完了 如果你们都喜欢的 记得跟我点赞分享 还有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